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自我测试是阴性之后就可以自由出入一点点地方了 那昨天开始就已经回到办公室 昨天因为有周三晚导会 所以我们就没有晚导的视频 今天星期四我们可以继续 昨天今天都在教会出入了一下 看见同工们很努力的一起侍奉 今天晚上还有师班在练习等等 都看到很受感动 在疫情之中我们仍然努力的将自己献给主 这是何等难得的事情 愿主纪念每一位的摆上 都成为一个蒙月纳的祭物 教会里面好几位同工前一阵子确诊 今天我也看到他们一一的要回来了 有的还在休息之中 有的已经恢复正常的侍奉了 求主继续保守 现有的同工以及教会各个阶层的领袖 还有弟兄姐妹的家人 都能在主的恩典中平安度过这一次疫情 愿主也引导我们在这种变动之中 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 因为这个世界不断的在改变了 这两天我正在制作7月1号开始要播放的 但以理书的灵修视频 这个但以理书的阅读 但以理书的解释都有很多不同 不过在这次的视频之中 我们希望借着一个阅读的方针 那就是在一个大时代之中 我们看事情要有更宽广整全的观点 这样看就更能抓住神的带领和信意 欢迎你明天开始 其实今天晚上就已经上线了 从7月1号开始 明天就是但以理书的系列 我们为郭建廷传道 在之前带领猎王纪下感恩 非常认真的预备 我接到读经会很正面的好评 求主也继续使用 我们一起同心事奉 看见主的荣耀 我们今天晚上就继续通心来祷告 同工之中 最近也有人进医院动手术 求主也一一的保守 好 我们通心来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挑战 都有主的同行 有时候我们不感觉这么紧密的同行 但是我们深信主没有离弃我们 因为你是这位首约施慈爱的主 我们继续的等候仰望跟随 主啊愿主你引导 特别未到众弟兄姐妹之中 或者家人里面仍然在病痛之中 或者在染疫的情况之中的 恳求主恩待 在这个染疫的过程中 不论轻或重 都有主亲自的医治 天上来的保护 愿恩典的主 你施恩的手 继续引导教会向前走 众弟兄姐妹在这疫情之间 仍然的摆上自己愿主约纳 恳求主你也引导我们 能够经历到主所赐的 出人意外的平安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主可以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 赐给各位一个美好的睡眠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